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 Friedman的二因子检定 在编义数分析之中 五亩数的方法 我们有好几个方法都可以取代它 以这个单元 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方法 就是Friedman的一个方法 那么它的好处就是 它不用去要求母体为常态 那么五亩数的这一部分 取代ANOVA研究的是母体的平均数是否相同 那么我们这边都是以中位数为主 Friedman的检定就是在于 重复样本的次序的资料 那么这个地方 同学会觉得不是很清楚它的内容 但是我们拿了一个例子出来 各位同学就可以解释了 K一个实验条件后的资料 再分成等级 再利用Friedman的二因子等级的 变异数分析 进行来分析 这一部分来说 各位同学只要看到题目就会了解 那么我们先看看它的解题的步骤 步骤是一样的 它们是设K一个母体的中位数相等 另外一个是不全相等 那么重点是 我们要每一个极区 都要由小排到大 一二三 这不是综合的部分 这不是跟Vickson的不一样 这边来说的话 是一个析区一个析区 分开排序 再过来 我们等级核要注意 这个数字是我们的关键 那么统计量 这部分来说 比较麻烦 但是我们先把它记起来 这个统计量 是服从KiSquare的 K-1的卡方分配 好 那么我们进入了立体 同学就会比较清楚了 由一家糕饼店 去研制三种新口味的蛋糕 这三种口味 我们这个地方 一二三 这边是K K就是省一三 调查六家门市 一二三四五六 六家门市 所以本题的N要做六 现在我们假设这个销售量 不符合常态的 这题目已经说明了 我们必须要强迫我们 使用五亩数的统计的方法 那么显著水准 可以告诉我们了 是5% 要减定这三种口味 受欢迎的程度 是不是相同 那么虚无假设 也列给我们了 要我们使用的是 Freedom的方式来做 那么怎么做呢 这是有两个因子 门市不同 品项不同 首先我们要先进行的是排序 我们不管它的销售量是多少 我们只看大小 我们依照 由小排到大 这是每个N 都要比大小 一二三 最少的得一分 次值得两分 芒果 三分 最受欢迎 第二家来说的话 是草莓是一分 这两家因为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都给它2.5分 这边草莓得一分 这边是芋头两分 芒果三分 再过来呢 草莓一分 芋头两分 芒果三分 第五家 芒果不受欢迎 所以是一分 这两个是各2.5分 这边是 这个是一分 那这是两分 这是三分 好 重点是 我们要算它的这个 各自的R R是多少呢 R1来说的话是 7.5 各位同学看一下 是不是7.5 这边 一二三四五 五加2.5 7.5 那么这个总数据是几分呢 我们算一下 这方是五分 14分 这看起来 差的还蛮多的 我们再看这里 这是5.5 8.5 这R3是14.5 这个 这两家好像差不了太多 好 那我们现在来做 是什么呢 三个的比较 我们先把统计量 先写出来 FR 这个统计量 看起来是蛮麻烦的 但是这个是 可以证明的 这个是多少呢 12 N是多少 N是6 K是3 K加1是4 那么R平方 重点是这一块 那等一下我们会解说 这个 它的意义是什么 减掉 这边是 N是6个 所以是 这边是4 4乘以3N 3N 3乘上6 所以 这边算一下 等于5.0833 它要服从什么呢 这个要服从 卡方 K是几呢 K是2 所以是K2 0.05 这是两个自由度 来我们把这个 卡方表叫出来 0.05 自由度是2 那就是5.99 以5.08这个值来说 它 没有超过5.99 那么我们就 不拒绝H0 不拒绝H0是 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办法说 它是 有不同的 那么 重点是在哪里呢 这是RI的平方和 如果说这个地方很大 那么我们的总值 应该就会很大 很大 那么我们就容易 去拒绝H0 这个整个值会大 那么 这就是我们的重要的 这个统计量的观念 我们这个 freedom的检定的方式 主要的目的就是 在去check K组样本 是否来自相同母体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等级和 这个差距不会太大 那各位同学 你们会说 如果说这个地方 我们要知道 如果说是 很小的平方 加上很大的平方 这样的结果来说 它会倾向于大 这个倾向于不大 这个我们应该要了解 所以说差距很大的话 它们整个整体的值 因为一透过了一个平方以后 它会变得倾向于比较大 所以 我们只要是 不要相差太多 那么 这个不会太大的话 这个F值就不大 那么跟卡方的 临界值来比 它就不会容易去拒绝 那么这是Freedman减定法的想法 就会变得倾向于比较大